哈喽大家好,我是李沁,我的家乡在江苏,我们昆山的大达县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不知道的是江苏还有很多非常值得推荐的地方特产,比如芳草度大米,双凤羊肉,冰庄葡萄等等,肉,水果主食一条龙都欢迎了解一下,请跟我一起多多关注我们家乡的特产,助力脱贫攻坚,共建,强富美高新江苏。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苏州,大概是江南之中的江南,这座诗情画意中林玉秀的古城,也是工艺苏州,在这座手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苏绣,克斯,智善,各种巧夺天工的技术。 系列医匠心,汇聚并传承着。 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髦,仿佛双面秀在这个人间天堂,焦香辉映。 我是李沁 欢迎来我的故乡 和我一起感受江苏之美 君道姑苏见 人家尽整合 小桥流水人家的苏州 如园林般惊讶绝论 这座园林之城 珍藏了108座园林 9座世界文化遗产 满城都是珍宝 无浓软雨 轻盈浅笑 苏州也是大美昆渠的故乡 我是李沁 欢迎来我的故乡 和我一起感受江苏之美 太湖美 太湖美 美就美在 太湖水 我的家乡是江苏 你看这个苏的繁体字 上面是草 左边是鱼 右边是河 没错 我们江苏 就是名副其实的 鱼米之乡 要说江苏特产 说也说不尽 我们江苏 吃东西 最讲究一个 仙字 更爱吃狐仙和仙 刀鱼 河豚 食鱼 那可是难得一尝的 长江三仙 白鱼 银鱼和白虾 这是日常里吃的 太湖三白 而现在 这是大闸蟹最肥美的时候 你一定知道阳城湖大闸蟹吧 不过 盛产螃蟹的江苏 十三式蟹位各不相同 镇江 长江蟹 南京 故城湖蟹 无锡 太湖蟹 徐州 微山湖蟹 长州 金潭区 长荡湖蟹 连云港的海蟹 说得我自己都馋了 不过还没有说完呢 还有 阳州 邵柏林 太新白果 建昌 红香玉 高游 双黄咸鸭蛋 还有 阳山水蜜桃 白玉琵琶 洞庭山 杨梅 沛县 东桃 一年到头都吃不完 我是李沁 我为家乡代言 今秋丰收季节 快来参加 我和我的家乡 为家乡特产打call 助力脱贫攻坚 接着